热浪来袭天气飙高温 新城乡一名邮差先生 正中午骑车送信的过程当中昏倒 幸好及时被路人发现 紧急送医 目前仍在加护病房观察中 不过要等到检验报告出炉 才会确认原因 一名邮差倒在大马路上 一动也不动 机车横躺在旁边 远景赶紧蹲下 但他已经没了意识 地上漏了一滩机油 信件也散落一地 原来这名邮差骑到一半 手还握着握把就直接晕厥 机车滑行好几公尺 工人施工到一半听到声音 发现有人倒在路边下的赶紧报案 事情发生在26号中午12点 花莲县一名54岁的邮差 疑似因为顶着大太阳送信高温难耐 让他当场晕厥 有伤口没有反应 他伤口大概在哪 应该是差不多点这里 都很严重 都很严重吗 对 那个样子我觉得都很严重 这户人员到场后 发现他脸上有擦伤 看他没恢复意识 赶紧将他送医 抢救后留在家户病房观察 花莲这几天天气炎热 气温飙到33到35度 26号正中午 体感温度甚至高达36度 大庄午送信晒太多太阳 没地方遮蔽 让邮差也中暑昏迷 一男子 陷进新人乡 家林村民宅前不慎自摔 导致城南受伤 救护人员到场后 将城南送至门洛医院治疗 至于造势原因 上代警方调查理清 花莲高温频频传出中暑消息 连邮差也难逃一劫 未来一周体感温度会飙到38度 提醒民众前往花莲 一定要小心身体状况 记得周长宇 徐丽晴花莲报道